好 這個 看一下這個Gloria 你看Gloria算是 她也是 她是算蠻聰明的 她是 雖然說是 我印象中好像只有跟我學兩年多 她說三年了 那我沒想到時間過得這麼快這樣子 那個 那她就等於說完全從一個 從一個 完全是小白 然後這樣練她的方法 而且她的方法都還蠻正確的 你看她手指也不會亂捧 你看她現在練低調的 對啊 兩個年三個月啊 我覺得奇怪好像怎麼有三年了 很難 你看到沒有 就是喔 你看她那個 每次你看她彈的時候 她手指不會亂跑 我懂了 她她 而且她等於說是那個手啊 這和弦 懂嗎 她已經 不絕對不要看譜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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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不錯 反正她現在等於說自己可以慢慢慢慢的去彈她喜歡的歌 然後一點一滴慢慢累進 對 但是 慢慢的啦 這個 最少她知道這個方向 練習的方向 那每層的話現在還是找不到方向 就是練了 好 然後我們再回答這個 呃 呃 呃 壓底的好了 壓底問我說這個 這個 這是她以前 她這一次她沒有 當然是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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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有時候事情很多 對不對 就是那個 呃 重點是她寫封信問我說 最重要是這個 Diminish怎麼用這樣 呃 Diminish的話 其實啊 Diminish這種東西啊 就是你偶爾用一下子 給人家有點驚艷的感覺就對了 因為我們現在問題是幾個音階對不對 都是五聲音階對不對 五聲音階 那偶爾加個藍調音符 藍調音符的話 就好比你在你在彈奏的時候 五聲音階一直彈對不對 好像好像 就好比一般彈奏 就是那個紅燒啊什麼的 炒了一道菜對不對 那你偶爾加個藍調音符的話 就是感覺上有一點 辣椒蒜頭這樣子 感覺有點刺激的感覺這樣 那如果加個Diminish的話 那是 也是另外一種感覺 又是另外一種風味出來 但是 它不是說用了很多就是這樣 那你 那我所認識的 那個Diminish的話 通常都是 呃 就好比這個今天 昨天那個誰 Gloria不是有叫Misty嗎 它 比如說我們通常Fa和弦啊 就是Fa和弦 本來Fa 用的最多是Fa和弦 然後進到Sol和弦 我用C調來解釋 或者是 你們剛剛像它 這樣子才叫的 好好用 它彈那個降E調嘛 Diminish Fa和弦 然後 然後加個這個 這個Fa和弦 要進到Sol的時候呢 通常過門嘛 背著彈 背著彈 生Fa 然後下面要進到Sol 那在這個經過的時候呢 正好是 深發Diminish 它正好是Diminish 所以你正好 你正好用 用這個Diminish 用上去 這個等於說 這個 這個 拉Diminish 對不對 就是把它用上去 以前我不講 我以前根本不懂這些東西 就還不懂這個Diminish 那就聽了半死都聽不出來 然後你看了譜 譜寫的也是密密麻麻的 它有時候漏掉一個音的話 你就搞不清 重點是人家用的是音階 你不知道是什麼音階的 然後它也不是說像它 它絕對不會像我們寫的這麼完整的 它可能漏掉一個音 或者是它用三個音的系統這樣寫上去 你如果不懂的話 你就 你就一直練練了半天也搞不清楚 等你知道以後 原來是Diminish音階 很輕鬆愉快就彈出來了 這樣子 所以說剛剛講的這個一個是 這個就是 就是 減9就對了 常常用減9 用了很多 減9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用這個 Fa和弦好了 Fa到Sol 對不對 或者是 那等於說 你看 減9 Fa的減9 減9這個嘛 結果上去的時候 正好是Diminish 也就是 Sol也是一樣 Sol的減9 再看一下 Sol和弦 減9 看到沒有 它減9正好是Sol Diminish 後來就被 就被大量運用了 這樣子用它 那偶爾就是分解和弦用一下 用的最多就是減9 減9來 就Sol的減9 就取代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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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它來用 或者是開歌什麼 就是 就是減9 就是減9 它等於說是Sol和弦 比如像它這個 Daddy's Home 就是F調 那你如果一般我們Sol和弦 Sol7下去 你感覺到好像不夠刺激 那你用Diminish 它的效果 跟那個Sol和弦 Sol7效果是一樣 可是它聽覺不太一樣 感覺上 就好像是 很好聽對不對 稍微那個就是 那它的效果是這樣的 一模一樣 跟7你看 Sol7是這樣 F調裡面 Sol7是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用減9 就Diminish 所以通常彈的時候 你左手上去 事實上 你事實上是Sol和弦 Sol完以後減9 You're my love You're my angel 就出來了 它的效果就跟Sol7一樣的 很容易 那裡面就是 最重要是這兩個音 一個是 一個這個音 你看 三度音跟七度音 這兩個音 這兩個音很重要 這兩個音的話就可以 他們牢外就叫什麼 Shell S-H-E-L-L 殼 這樣 這兩個音最重要 然後你只要有這個殼在的時候 就把它這個和弦的主幹 都把它顯現出來 這樣 大概是這樣的 Sol Diminish 好 好啦 這個 大概回答這個 這個 這個 壓底的 到了壓底這個程度的話 當然是要稍微 要 要 要細腳慢驗 就是 不一定說你們每次都要丟功課上來 但是有問題的時候可以問一下子 然後 光是一個東西就要練很久 好 我們看一下 Oliven 好 我們看一下Oliven 他問的問題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看看 他今天練這個降E調和弦進行 跟降B調和弦進行 他這個 其實Oliven Oliven 是其實頭腦還蠻那個 蠻清楚的 而且他知道自己要練 他的Oliven跟那個誰啊 跟那個 Oliven的話 他很妙的 他其實上課到現在為止也 好像 好像一期還兩期 我搞不清楚 但是他 他來的時候他已經準備的 認真一認真 都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我那時候還 特別做了一個影片 介紹他 這個 他好像才31歲 台南人 哈哈哈哈 算是很年輕的一組 就對了 然後他第一個問這個 左手二字形好像怪怪的 這個 都 降E的都跟發 這個 降B的發 我都用無名指彈 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感覺比較順手 然後降E調 右手彈起來 降E調 不是那個降E和弦 右手彈起來 像西班 事實上就是西班 那 手不同的就是 左手的跟音在降E上面 是因為關係大小調嗎 可是 右手壓和弦是 不知怎麼壓的 這第二個問題 謝謝老師講解 壓地也問出了 我一直想問的問題 就是 什麼是Jazz 我一直以為Jazz很難啊 想說 當基本學的差不多時候 先學藍調再學Jazz 沒想到 老師教的一直都是Jazz 呃 不是 就表示你們還是不懂 就是 我也猜過這個 Jazz大概是多種樂器組 畢竟 但我只有一台鋼琴 現在有一個問題是 Jazz 非要跟別人一起演奏嗎 想要一個人 輕輕鬆鬆的就好 但這樣不是很Blues嗎 很Blue嗎 是不是一台鋼琴也可以玩 一台鋼琴當然也可以玩Jazz Jazz Jazz是包山包海 我剛剛講過一句話 好啦 我們現在看 先等一下回答你喔 你看看 看看他現在 他現在 你看看他彈的影片 我這樣 他現在的左手 我們看他彈 這樣一定要和弦點 Doh Fa Si Mi La Re So Doh 再看一遍 看他做哪一支 Doh Fa D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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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他彈的不錯 他 他蠻用功的 就是在那個 我發現他們那個 他跟那個 他跟那個 他跟那個誰呀 那個 Gloria 他們應該都有用到 我教的那個 我教的那個 那個 那個 介紹你們用的那個 那個 軟體啊 就是 那個 就是那個叫做 Pod Player 我相信應該會吧 尤其是Gloria很明顯 他一定有用那個 Pod Player 否則的話 他為什麼會 這個 這個 還那個 以他的程度 他這個 他模仿得很快 這個 Gloria 你是不是有用過那個 用的Pod Player 應該是 我猜是這樣的 否則他模仿 我每次彈完 他模仿得相當快 把那個東西 學習得蠻快的 好 你們都是嫌麻煩的 沒有用電腦 哈哈 那也蠻厲害的 就是 可能你手機用的 爐火 有點手機 可能用的 對了 電腦 你們好像現在用手機 用慣的 電腦幾乎都不用 電腦才是更需要的 這個 那可能你們用手機 用的很熟了 可能 可以 可以用很多種方法 練出來這樣 嗯 可能手機有他的 也有他的長處 就對了 好吧 不管你這個用什麼那個 手機也有他的那個啦 像我的話幾乎很少用手機 我全部用電腦了 手機也是 比如說你如果用iPhone的話 iPhone這個 有些地方的功能還蠻厲害的 就是 尤其是音樂方面的功能還蠻多的 這樣 好 我們看一下他剛剛在那個 Goria 不是那個誰啊 Olive剛剛在問我說什麼 我剛剛看 我覺得你彈的還蠻好的 對不對 那個 這個 那個 再看一下這個 他是另外一個 這樣B調 好 再看一遍 這樣B調 Do Fa Si 那是什麼 Do F Si Mi Mi La Re So Do 很好啊 對對對 那再看一遍 Do Fa Si Mi La Re So Do Do 好 我看完之後 對 回答他的問題 我看看他這個 他的問題就是說這個 他說什麼 這個 將一一啊 右手彈起來像 像 西班牙 確實沒錯啊 他們是一國的嘛 大小關係 也不是大小關係 關係大小小 也不是 就是 嗯 嗯 嗯 如果非要講成都 如果都是拉的話 也是 關係大小 就 其實這個有一點 有一點扯遠的 就是 就都和弦跟拉麥拿 這樣子 他們其實都是一加嘛 可是右手壓和弦的時候 不知怎麼壓的呀 你看 假如說 這個這個順便講一下 比如說像你降一和弦 降一和弦的話 我右手就盡量 盡量不要爬上去嘛 盡量 原則上盡量不要爬 因為你爬上去 很容易把它擋到 所以右手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 那你等於說 你已經這樣 你如果不彈這個也可以啊 你基本上你知道是 哪都米收拉 只不過多了一個拉麥拿 他們是多六度而已嘛 所以通常 那另外一個是 米收拉都 事實上是沒錯 就是這樣 那重點是 多一個六度 九度 而不是四度 那這兩個音 你如果 如果說你不彈 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壓下去的時候 就反而一樣習慣了嘛 就是 就是手指就是 所以和弦非常非常 你要養成這個習慣 直接壓下去 你不管它彈什麼音就是 基本上米收都 你加個六度 加個九度 不 加個四度 就小和弦裡面啊 這個角色 這個它等於說 它的九度啊 加一的九度 不過西班牙的 算是四度 這樣子 反正就是 米收拉都 這些音 你就盡量用就對 沒錯 這樣A 盡量不要爬上去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B 也是盡量不要爬上去 一模一樣 這樣子 好啦 再過來看一下 他問說這個 剛剛藍那個什麼 戒死的問題對不對 我們一般的啊 就是一般來講 我戒死 什麼叫做藍調戒死啊 什麼東西對不對 我上次好像記得 已經在講過 而且不是你們啊 就是幾乎所有的人啊 都 都認為把那個 把戒死看得很神妙的 好像很高級的樣子 那個 藍調的話 也是感覺到很 很深奧這樣 其實 其實 你 你那個 呃 我們現在花點時間 講一下 那個 戒死的話 對 我好像昨天有講 就是 這句話也是好像 就從那個 宅黑山那邊 結錄下來 宅黑山講得很乾脆 就是說 呃 音樂的話就是分成這個 戒死 跟這個 古典 那 古典 所謂古典就是 拿了五線譜 就死K活K的 就跟著他彈就對了 你看小孩子 學古典的 幾乎就是拿了五線譜 從小就開始練了 左手彈一個 左手彈什麼 右手彈都死的東西 你就印K就對了 K到後來的話 這些小孩子呢 就從小K出來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培養出絕對音感 其實絕對音感 其實絕對音感並不說天生 根本就是後天培養出來 因為他們一天哪有在彈 對不對 他死K這個音對不對 隨便彈一個音 他可以聽得出來 但是這種一定要從小開始培養 你到了大了以後 你只要有相對音感 就沒辦法 一定從小 從小就這樣練 看了一個音符 他就 比如說看了五線譜上面一個音符 他就點出來了 就這樣練練練 練到後來就變成 所謂絕對音感 因為他們可以 要這樣練 小孩子才有辦法 大人真的沒辦法 可是他們也就是這個樣子 這古典到譜的話 就密密麻麻的 這樣練練練 練到後來 所以古典的話 在一般人眼裡 是很厲害的 就是你一定要從小練 然後左手右手 那個呸的那個 對 那可是呢 事實上呢 跟介石是完全不一樣的 介石是很 就是簡單講就是很活的嘛 就是他 他絕對 跟個性不一樣 跟個性有關係的 通常是練古典的話 幾乎都要從小練 你在 你如果不從小練 你就要 到了大人以後 你再練古典 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根本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那個你要從小 就把那個 東阿財看的那個 反應很快的 你再到了成人以後呢 再去練那個 死K那個 那個 絕對做不到的 而且啊 那個 只要加了什麼和弦 又是什麼五線母 加了和弦之後 那就不叫了 摘黑山說 那個就叫做介石 你只要加上 你看到譜上面 有寫個和弦 或者是說這個 你要加點什麼 任何樂器啊 加油加醋 加點電子和樂器的話 都不叫做 那都已經 都已經叫做介石 所以介石包山包海 什麼都是介石 除了古典以外 我剛才所謂古典那個 而且那個很 講得很嚴格 就我剛才講的那種 其他都 都是 都算是 都算是介石 所以介石 非常的 所以你們會常常聽到 有一種 流行介石 對不對 就是 或者是一般的 就是 流行歌的介石 這樣子 因為介石是包山包海 就是什麼都可以 你只要流行歌曲的話 你隨便彈都是 都是 都可以叫介石 可是我們的話 就是把這個介石 一般聽到就是 好像很深度的 就是 介石的話 包含有這個 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個音階啊 這個和弦進行啊 這些 包含有這些東西 那 像我所教的 這些東西 都是算是介石裡面的東西 就全部包含在裡面 但是不過更高級一點就是 比如說和弦進行啊 對不對 節奏啊 就包含這些東西 你說那個壓力說什麼 小孩子可以 小孩子我也通 通常我是建議小孩子 學那個 學介石 不要學古典了 學古典的話 小孩子都 到後來我認為學到後來都 預料了這樣子 因為怎麼樣呢 因為學 小孩子學的時候 他開始 當然是你如果說要 要好的話 怎麼樣 對啊 像全世界啊 都是幾個很有名的 什麼那個 嗯 什麼什麼 那個 Case Jarrett 這個 這個 Jick Corey啊 那個 他們幾個 這個什麼 小孩子 這些小 這些人都是從小 練古典的 所以你真的要 要變成 一太大師的話 你一定要有古典底子 就從 開始就 因為他們幾個 你看 什麼 Tick Corey啊 什麼 Herbie Hancock 那個剛剛講的 Case Jarrett Case Jarrett 我就不知道了 他們那個家裡啊 就是媽媽的話就是 是琴師的 古典的 然後就從小叫他 叫他 K K K鋼琴 就照普彈這樣 一直彈一直彈 可是呢 他們為什麼會變成大師 他如果一直彈古典的話 他絕對沒辦法變大師 到了大概八九歲的時候 然後他們 比如說這個 這個 什麼 那個什麼 Tick Corey啊 這些人 他 後來看到Jazz的時候 他就被 被迷住了這樣 然後他開始 他們就開始做 就開始玩這個Jazz 那他們 你看他們 玩古典的 這牆的地方 是看五線譜 看很快 看譜很快 這是他們 牆的地方 那一般的話 你如果從 不是從小練的時候 你五線譜 絕對看不過人家 絕對看不過他們 那他們這些 就是因為 練過這個 這個看譜能力很強 所以他們 後來就轉到這個 玩Jazz 他們都怎麼樣練出來呢 他們都是在樂團裡面 就是當所謂的 所謂的band boy 就是小弟之類的 在旁邊看觀摩 然後慢慢慢慢一直練 一直練 就把Jazz那套東西 練出來了 那當然就很厲害了 對他 那他們的強處就是說 這個 這個 從小練習的時候 他們絕對英感 他們那時候都已經培養出 絕對英感出來 英感又好 然後看譜能力又強 然後再接收一些Jazz的東西 那當然都變得很強了 那我們一般人的話就是 就是 一開始就是 我講的就是 就是Jazz方面就是 和弦音階 和弦進行 節奏 這些他們 這些人都是 玩Jazz 都是注重這方面的東西 那輸給他們的就是 看譜能力 絕對沒有他們那麼強 這樣子 但是 所以他們必須也是要薰染的 你說像那個 剛剛我講那幾個大咖的唄 那些人 那他們 他們也是 到了到了 到了那個 八九歲 九十幾十幾十歲出頭 就已經 就已經 加入這個Jazz樂壇裡面了 那也是很長時間的 那個 就是磨裂 熏陶 才有辦法呢 你如果 你如果不熏陶的話 那也沒辦法呢 所以說為什麼那個 玩Jazz的對不對 比如說 你看我們這個 我非常清楚 像我那個 以前我在Piano Ba做事 我後面呢 有一個純粹是古典的 他接我的時間 他就沒辦法 沒辦法生存下來 因為他們這些 學古典的這些人 都是看五線譜 什麼都要譜 就是 然後 就沒辦法 根本沒辦法生存 所以做不下去 所以你就要看到那個 Piano Ba 或者實際上那個 實際上這個 這些 這些樂師啊 他 他如果說純粹古典出來 他不 不接受那個Jazz的話 他根本沒辦法生存 沒辦法做下來 所以說他們一定都是 都是 官是 就是Jazz方面 最少也是 也是好幾十年了 十幾年才有辦法 才能有辦法生存下來 是這樣的 所以說這個 你像剛剛這壓力在問說 小孩子 可以直接學Jazz鋼琴嗎 當然小孩子 當然是可以學 只是 只是 只是目前的話 就是 大部分 現在的老師啊 我們現在講什麼 YAMAHA 這些老師的話 他們 不叫做 其實就是 就等於做爵士鋼琴 他們在教的時候 只是 就也是在等於 這個只要牽涉到 你只要記住啊 只要牽涉到 教的注重和弦啊 還有那種彈法的 那個就已經 根本就是 已經是 爵士鋼琴了 就是 所以說那個 純粹古典的話 就是要看譜 那很苦 很辛苦 所以說你現在 小孩子練的時候 當然是絕對 你不應該 你看他 你送去哪裡學 你如果送到這個 這個 YAMAHA 爵士鋼琴 事實上 他們也不叫做 純古典的 就等於 爵士就對了 那通常他們 這些人的話 只可以啊 所以說你說 小孩子可以直接 學爵士鋼琴 你們所 現在所送去的幾乎都是 都是 都是教職 只不過是這些老師呢 他也不是很透的嗎 我所謂講這個 爵士鋼琴 他們也是半吊子 你 他們也是 就等於照著五線舞壇 這樣 然後去教他們 但是又不教那個 又不教他裡面的這個 裡面的和弦進行 他也是一樣 就照著那個 就是譜裡面怎麼彈 手怎麼擺 就這樣練 事實上呢 你這樣練出來的時候 雖然是用 那個古典的方法練 可是問題 腦袋是空的呢 練出來 所以還是要跟老師 關係很大呢 這個 你 我不是常常講的 我以前也碰到一個 尤其是印象我特別深 他流行這個 比如說他彈一首 夢中的婚禮 五線舞壇 他一看就知道 從五線舞壇練出來的 照那個譜就對了 彈得很好 跟譜裡面這個 一點都不差就對了 但是呢 問題就來了 那我問他說 你這個 這首歌的和弦進行 他一副很茫然的樣子 那眼神完全 好像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那你用的節奏形態 是什麼東西 他也講不出來 他反正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這樣彈 就是譜裡面這樣彈 他就是 所以 這種其實就是練完之後 你 我是認為就是 就是 就是也沒有吸收到東西 這樣子 你會彈得很漂亮 人家覺得 哎呦很厲害 可是問題是 你今天 比如說 像這首歌 夢中的婚禮對不對 那和弦進行相當漂亮 就拿那邊手都發 類似這種的 他講不出來 那多麼可惜 等一下 這個黑山啊 黑山就是 因為他現在九十幾歲 那他目前呢 那個 呃他這個 活躍在 還還身體還蠻好的 所以我我練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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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排輪啊 可能多多少少有受到他的影響 因為 因為我現在已經七十六歲了 對 我那個那個 我是七十四歲才開始學直排輪 然後中間還 學的時候還是稍微受傷了一下子呢 然後停了快一年了 現在七十六歲 等於說我練了一年多了呢 實實在在練了一年多 我當然多多少少有受到他的一點影響 因為 因為這個宅黑山啊 他九十幾歲 他現在 他還在溜冰的 他會溜冰的 他人瘦瘦小小的 所以蠻適合溜冰的 他他到北京的時候 他在兩邊尖嘛 對不對 聽說他還在溜冰 那現在我不知道他到底怎麼樣 九十幾歲 現在我不知道他到底狀況怎麼樣 就是因為他說他會溜冰 他會溜冰 這個影響我 我就是我也可以溜溜看 然後再看到一個 那個中國大陸有一個 那個一個一個男的 但年紀也當然跟我差不多 他他因為老婆死掉 他心情不好 他跑去溜冰 學溜冰 然後現在就每次出國的時候 他已經出國就帶個溜冰鞋 到全世界去玩 他玩了好幾個國家 所以後來我想溜一下子看看 結果發現溜冰太好了 因為怎麼樣 溜冰你絕對沒有想到 他本身就是有一個節奏在 他每一個都有 就等於說要有節奏 就等於說要有節奏 就是好比就是任正三的 懂 可是他們溜冰的人 他們當然不知道這些節奏 但我們玩音樂的人的話 就知道這個節奏可以用上去 而且事實上都是 就是有節奏 那太愉快了 還有就是那個 嗯 那個那個那個 他是 你看溜冰有個長處就是 他可以 你一個人玩的時候 對不對 你 你那個 全身都可以動 尤其是手背 我最喜歡他那個手背 你看那個 但我溜的是屬於 屬於那個 就是競賽 你看那些選手 彈的 比賽 我喜歡這種 就是 你看他們在溜的時候 那個兩邊手背 就不斷地擺動 這樣子 那尤其是對彈鋼琴的人 像我們這樣 更需要這個 手背的擺動 否則的話 這個 你手就固定了 尤其是像腳踏車 腳踏車 它就是缺點就是 手壓在那邊 幾乎沒有動 只是動到腳 對不對 那個溜冰真的很棒 而且溜冰的話 你不需要 你只要把基本動作弄好之後 你不要 開始當然是跌倒是最大 你只要能夠克服這個 開始練的時候 不要急在草地上 對不對 或者是 能夠練到不會跌倒 那就慢慢慢慢練 然後你要比照他們那個教練教的 那方法 那個 像我練的這種的話 比較不會 反而不會跌倒 因為身體都往前傾 你就算跌倒的時候 那個往前傾 不容易 就前面都有護具 那你如果說練那個 像那個芭蕾舞 那個花絲那種 那很容易跌倒 所以說那個 而且那個 我比較沒興趣 我都是練 就是競賽那種 就是 那它步子又 那個 你要把它學金一點 就很好的 它 它兩個步子 一個 一個 double push 還有一個 cross over 就是這兩個 你看他們比賽的時候 就是這兩個 你把姿勢把它弄正確的 這樣 不過我最近這個 就是因為練這個 cross over 那很難 我最少練了半年 半年以上 我才 才慢慢慢慢的 能夠 能夠所謂 跨步 跨出去的 cross over 這樣 那個中文也翻得 很有意思 中文翻得很妙 叫剪兵 剪 是剪 那個剪刀的剪 兵啊 就是兵的名字 取得很有意思 剪兵 那老外的話 他們叫 cross over 就是一隻腿 跨國立關一隻腿 看似很簡單 哇 我練了半年多 最少半年多 然後最近練的 尤其是 開始練的時候 那個什麼 那個方法 也是有點錯誤 身上用的肌肉 用的 用的 勁道不太對 所以現在後來 我現在左手背 就前幾天 就是為了那個 想要把它 就拉 左手拉 用 拉得太用力了 扯得受傷了 所以最近要稍微休息 那個 就是 尤其是我在彈背的時候 我看今天晚上 我有 我要上課的時候 我有時候彈背的時候 可能 暫時要休息一下 那他流病有個好處 你可以一個人玩對不對 你其他的運動的話 幾乎都是要兩個人以上 那邊打網球啊 什麼什麼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其他幾乎都要 那高爾夫球的話 那跑好遠的地方 對不對 我覺得現在放眼望過去啊 真的流病很棒啊 他也不需要你 花很多很多的力氣 你是要稍微這個 你只要 你只要會的話 你就是 用點盡力 就是 不要用那種 用巧力就對 身上用一些巧力 所以你沒有發現 那些溜冰選手對不對 每一個人 男女都一樣 都可以都可以玩啊 對 他們絕對 你身材都會保持得 體 保持得還蠻好的 你如果說太胖的話 太胖重點是很容易摔 摔下去還蠻重的 胖了摔了以後 就起不來了 所以你自然為了溜冰 你就慢慢慢慢 把隱私要稍微注意一下 對啦 窄黑山 剛剛講到窄黑山 窄黑山是 他是 他確實是 我們號稱亞洲裡面 第一個拿到 Berkeley的音樂學院 這個學位的人 所以他很轉啊 他那個時候 回國的時候不得了 那個 大家那個夾到歡迎 人家問他說 你的老師是誰 他說我沒有老師 我的老師的話 就是 就是 就是他在 Berkeley 他沒有老師 他 他本身是學 他是 他是學 在台灣的時候他是學吉他的 後來 後來 在中廣 中廣 中廣 他好像不知道什麼 他是學歷史系還是什麼 我有一點 學歷史的 然後 畢業業以後 在中廣 中廣樂團裡面 樂隊啊 他當吉他手 後來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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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班就叫他 欸 這段你吉星一下 他一聽到吉星 他就對他來講很陌生 後來他就想 哎呀他去 就在這方面研究 後來他就打算出國去 到 Berkeley 那時候出國很貴啊 開玩笑 他家也是很普通的家庭 聽說是他的父母親 父親的話就是把房子給典當了 然後弄了很多錢給他 然後他去那邊修回來 修回來 他回來的時候就帶了 他說帶了一大堆都是書啊 他把 Berkeley那套書 都很多東西都帶回來了 所以他這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五神音階那些 Berkeley 看的那些東西是 是確實我現在教的五神音階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國內那時候還很少的 五神音階這樣的 那個 事實上那套東西確實是 就好比我現在教你們的 就是五神 就是這一套東西呢 然後把它各種組合起來了 那我當初在 在玩這些五神音階這種組合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啊 我這樣學下去到底 到底有沒有用 我自己不知道啊 因為那時候國內根本就很少人 在玩這些東西的 五神音階這樣練法 一般五神音階就是很簡單 就是 認為是 而且是一個 西調裡面就 沒有講到說 每一個 和弦它的五神音階呢 我們真正五神音階是 每個 每一個和弦都有 每一個和弦 比如都拉 都和弦裡面有五神音階 拉麥娜也是有它的五神音階 然後尤其是 Mina再加上九度四度 這樣 Mina F 就是 就是 是每一個和弦的 你要反應很快 不是只有一種 我們現在所認識的 以為是 五神音階就 西調 你只要把那抖了米索拉這樣 弄好就對了 哪有那麼簡單呢 那個 每個和弦都有五神音階 你要搞清楚這樣 我記得他回來的時候 我也上過他的課 就是坐在那個 那時候也是一樣 他 他情本身是不怎麼談 他就講一些道理 就是 樂理和弦進行 然後 我記得我一上他的課 他那個 那個黑板 他就是架一個黑板架在那邊 然後旁邊就這樣講 然後我們那個都是 有的時候那個很刻 非常 就是刻難 有時候坐在地上 他那個開的課人還蠻多的 我印象中那一彈課就 那時候的那個幣值 就已經一千塊 那很貴的那時候 我就大概只彈 只上了一兩次 我就沒去沒再去 然後後來陸續的就看他 發表的文章啊 那些 那些作品啊 這些東西他講課的內容 就是 就是這些 但是我認為他 他也是這種 嗯 他絕對沒有像我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教他演奏一下子 那個幾星一段的 比如說像我教你們這些東西 我看他也做不出來的 他嘴巴裡面會講 但是他做不出來的 好 那我們那個 呃 他那時候 他那個時候很轉 他那個時候 他有時候寫個 他有做片子 他把那個所有國內的 這個很有名的都是他的學生 確實是很多 幾個晚音樂的人都跟他學 都跟他學 都上過他的課這樣 好吧 那我看看我在回答是 今天就是這樣子 回答一下子 嗯 也回答過的 奧利文啊 這些 小咖 Gloria 嗯 那以後我寫牌子 我以前 以後 出來的片子的話 我大概說會寫 入門班 進階班 還有一個什麼 呃 爵士班 那這樣子 會比較那個 主要是也是要宣傳一下子 稍微講一下子 否則人家也不知道 我們上課到底是幹嘛的 對不對 到底是 人家會覺得很奇怪 嗯 到底內容是怎麼樣的 稍微有點宣傳一下 好吧 那我 我要跟同學say goodbye了 好不好 呃 下個月 欸 下個月了 就是到一月份再見 明年再見 好吧 好 拜拜